要让成天怕别人家窗户的偷窥狂感到怕 环球时报受评 美军在这个时候炒作解放军战机不专业拦截问题 显得既可疑又可笑 美国印太司令部5月30日 以一种受害者的委屈语气 只称一架解放军歼16战机上周5月26日 在南海所谓国际空域对美军RC-135侦察机 进行了不必要的咄咄逼人的动作 五角大楼也表达了担忧 由于美国人经常玩这一套 人们马上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香格里拉对话会就要开了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出席这些年来 每次美防长都要在相会上批评中国 以成为相会上标配的滑稽表演 这次的炒作大概率是为了给奥斯汀的发言 提供素材和弹药 又想造一顶相会特供的中国不负责任 中国威胁论的帽子给中国戴上 去年相会前夕 美国的小兄弟加拿大就通过其国防部发布声明称 加空军巡逻机与解放军军机发生了多次互动 并指责解放军军机没有遵守国际航空安全规范 几天之后奥斯汀果然在相会上 那他说是攻击中国 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 过不了几天 我们就能看到奥斯汀炒作这种素材的把戏 事情的全貌和真相 美军是不会说的 但看看事发地在哪了吧 就在中国的家门口 数据显示 这次设施的美军侦察机 最近时离我们的海岸线不到50公里 意味着几乎是贴着我国的领海线在飞行 还蓄意闯入解放军海军17件编队训练区域实施侦察干扰 而解放军的相关处置 依法依规操作专业规范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多架次的美军侦察机 对我进行抵近侦察 2022年美方对中国抵近军事侦察次数 较十几年前增长了一倍多 美军在南海军事活动的强度和频次都大幅增加 它还缩使盟友的军机到南海来挑衅 美军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呢 很容易理解就相当于成天趴别人家窗户缝的偷窥狂 只能让人以为是突谋不轨 而每次被抓了现行华盛顿都要到达一旁 但究竟是中国舰机离美国舰机太近 还是美国舰机离中国太近呢 如果中国的军机每年不远万里飞到美国海岸线 几十公里的地方搞一千多次抵近侦察 美国会怎么样 一个因不可抗力飘过去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都让美国上下如临大敌击飞狗跳 甚至出动战斗机发射导弹将其击落 就不要再说别的了 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偷窥狂 我们可以报警 但在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 并没有一个派出所能执法维护公道和正义 更过分的是犯罪分子自己还以世界警察自居 美军之所以把变态行为干得明目张胆理所 当然肆无忌惮就是以为没人能奈何得了他 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中国不会容忍这样的流氓脱皮行径 没处报警我们就只能增强自卫能力 该拦截就拦截该驱离就驱离 根据其恶劣程度 做出反击和回应 对付越界的偷窥狂 我们必须拿起棍子将他们赶跑 总之很有必要让他感到不安全 要让他感到害怕 美国人本应该更能明白这一点 在国内层面 美国人很注重自卫权 到了国际层面 不可能要求别人对你的挑衅行为 无动于衷你来顺手 说到安全 美军让别人不安全 别人一定也会让你不安全 导致的后果就是 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遭到破坏 爆发冲突的风险急剧上升 这个责任当然在于始作俑者的美军 在严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 美军不对自己危险的海空行为加以约束收敛 却口口声声说要和解放军沟通交流 如此分裂有什么诚意可言 如今遇通行 hur往总与稳定的花呎 把这些点 的话 以味道